MCM植物性切削液 独特配方引领全球 广受多方认可及青睐 在我们这次的参展里面的话 我们有三个屏幕 三个主题 在我的背面的话是我们的Smart Products 智能化的产品 每颗的植物性切削液 它在很多的方面是有独特的技术跟配方的 由于在生物的稳定性方面更是独步全球 它基本上来讲不是靠一般的杀菌器 来控制有饼的稳定性 而是它能够很智能化的 把所有不好的微生物 利用它植物油本身的特性 让它无法在切削液里面滋长 达到一个很好的生物稳定跟意识的作用 所以它能够很长的时间来做使用 跟一般的传统性的宽物油相比的话 它的寿命都可以延长到三到五倍 然后在一些刀具的延长方面 有些困难架 甚至可以延长到20%到100%的刀具的延长 这都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个技术上的突破 客户也非常喜欢 在很多困难的加工里面 我们共同开发了很多很成功的产品 那我的背后就是 我们在这么多年里面 在世界各地被所有伟大的客户 认证的产品加工的实境 在我的背后是来自于一些伟大公司 对我们产品的一些评价 我们采访了四家伟大的公司 一家来自于瑞士葛兰富 它是世界知名的水棒领导品牌 也是非常重视永续跟环保安全健康的知名公司 他们也是第一次使用植物性切腰油 在他们的第一次体验下 给他们来带来一个很大的体验感 他们认为说植物性切腰油切腰油下去以后 他们的厂内的物费用降低了80% 他们的一些劳保用品 清洁用品也降低了80% 然后他们的使用量也降低了50% 厂内的空气干净 不像以前这样的油烟产生了这样不好的空气污染 哪怕是他们投资了巨大的油的过滤设备 毕竟这样的投入产生二氧化炭也是很多的 因为它需要靠很大的电能来启动他们的过滤设备 那自从用了我们油品以后 它在环境里面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部分列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呢 因为我认为说油品的好坏应该由客户体验完以后 让客户来跟各位说这个产品他们体验后的感觉 而不是油商从他们的商业的角度来去做一些优点的放大或缺点的缩小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要真实的面对客户 真实的面对自己 真实的面对这个环境跟自然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访问到来自德国的孤零 德国孤零刀具是历史悠久有120年了 他们德国的工匠工艺对于品质的执着跟要求 我相信世界知名 然后在很多重要的加工产业里面 孤零永远看到每颗的切胶业 所以他们认为说在一些困难的加工关键点上 每颗跟孤零的刀具皆是好刀配好油 能够把他们的刀具品质发挥到淋漓尽致 最后一个介绍是About MCM 有关于我们的公司 MCM美科诞生来自于 我们聆听了所有的客户 他们的需求难处跟他们的痛点 我们细想台湾的未来在哪里 世界的未来在哪里 然后台湾不产油 所以台湾也没有油田 台湾也没有广大的荣誉的发展 我们的切胶业何去何从 我们的起信动念在于说 如果我能够把植物油的再生再做利用的话 那将是一个很好的手术群 也就是城市油田的概念 只要有城市就有油田 当我们有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就可以跟国际性的石油公司 在一个相同相对等的地位里面做竞争 城市油田的概念 它也解决了很多台湾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回血的植物油 它就不会流入到食物店里面 当不会流入到食物店里面 我们就可以为了食安 做出一些相当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起信动念 花了很多的研发 很多的人力在这方面的研究 很开心的就是在多年的研究 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技术突破 这也是独步全球的一些 再生植物油成功的应用 每个的植物性切胶液已经到达了基础 植物的切胶液很多家都想要做 但是他们都用G1的概念 就是用传统矿物油的概念来复制植物性切胶液 在一些场景使用稳定性是很难控制的 然后每颗的植物性切胶液已经进入到 就是第二代G2的配方 它的实用性管理性整个的效应 是G1的很多倍 然后也解决很多G1的植物油 粘质不好控制的一些缺点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完美的植物性切胶液 Your success we make it happen 选择每课 成就每课